据香港新岛日报报道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于21号抵达香港 正式开启了对香港的访问 其实早在20号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及其他一些军官就已应邀 率先登上了这艘美国航母 并在美方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观看美军F-18超级大黄蜂战机的起飞和逐渐演练 同样是参观美国航母 此经此经不由得让人想到了一个人 我国的航母之父刘华清将军 1980年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将军 在访美期间登上美国小英号航母参观访问 当时傲慢的美军以保密为由 不让我们碰触航母上的设施 要求中国代表团保持一定距离观看 于是老将军带着渴望的眼神 点起的脚远远的看了两眼 留下了那张让人至今看了都心酸不已的照片 当时我国没有制造航母的能力 他就安排科研人员预先研究相应的技术 进行相关论证工作 为以后的首艘航母铺路 直到97年退休时 还依然挂念着海军的发展 说道如果中国没有航空母舰 我死不瞑目 中国海军必须建造航母 遗憾的是将军没能等到这一天 2011年1月14日 刘华清将军去世 2012年9月25日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 不过伴随着辽宁舰的入役 外媒各种质疑与嘲笑声也随之而来 当时有外媒称 航母舰载机的起将技术 法国摸索了三年 俄罗斯摸索了十年 中国辽宁舰如想形成战斗力 起码要二十年以上 2012年11月25日 辽宁舰交付整整两个月后 海军首次完成了航母舰载机的起将作业 堵住了他们的嘴 之后又有外媒质疑 称歼15舰载机使用滑越甲板起飞 带不了多少弹药 实战意义不大 2013年9月15日 歼15同时携带两枚霹雳巴空空导弹 和六枚500千克炸弹 完成了最大重量起将试验 又一次用实际行动 打了那些质疑者的脸 2018年5月 歼15夜间航母起将训练视频 被央视曝光 标志着我国航母 已真正拥有了完整的作战能力 未来也必将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中 发挥强大作用 而被誉为 刀尖上的五指的舰载机飞行员 则在航母作战能力的 飞速提升中功不可没 世界范围内 舰载机的训练代价都非常高昂 美国海军从拥有舰载机到今天 已经牺牲了上千名飞行员 前苏联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发展航母时 也付出了150多位 舰载机飞行员的生命 而我国舰载机飞行员训练 每次成功起降 这光线的外表下都是一次次的汗水和惊险的垂裂 我们搜遍全网 找到一段辽宁号舰载机飞行员的采访视频 详细介绍了辽宁舰起降训练背后的惊险与辛酸 微信搜索公众号刚与军事回复飞行 但你了解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到底有多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